那个工作区里面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手动到工作区目楼里面 把那个专案名称的资料材删掉才可以 这个也是常常遇到的问题 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们用那个Equilibus开发工具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这个开发环境可以让你们延伸到将来开发Enjoy 也都是用这个环境 所以如果你将来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你要再开发Enjoy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另外如果你要开发什么 开发那个JSP 就是网页的互动式网页也可以用这个环境开发 你要开发JavaScript也可以用这个环境开发 所以这个环境基本上是 多种的语言开发的环境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你要再延续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就会更简单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 要把这个环境多多熟悉 然后开启关闭会很简单 另外 它有一个 切换 切换的那个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 所谓的观点 这边可以切 切换的位置基本上 它是放在 这边可以去做切换 比如说包含你可以debug 那这边可以做切换的动作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 再来的话 我们要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第1个专 第1个专案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的第1个java程式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输出的动作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要做第1个练习 第1个就是 请各位在这里 新建 一个java的专案 将来当然 如果你要开发 那专案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 我这边可以给他一个叫hello 比如说 我这边 hello 底线java 比如说我这边给他一个 hellojava的一个专案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 不用动 我们用java的s1.7 因为我们的sdk也是1.7的 如果你要向下相容 那你也可以挑 因为有可能 Client端 它的环境 并不是最新的 那你也可以相容 你就用1.6 甚至1.5 都是有可能 那我们这边用1.7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它会 自动帮我们产生什么 一个source 也就是将来我们 会产生一个src的一个 套件 的 一个目录 我们将来可以把我们的 程式都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OK 完成 其他的话 这些应该都不用设定 预设它会自动给 帮我们程式库的路径 会自动帮我们抓到 所以这些都不用动 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Hello Java 就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说要开发 第1个 专案就是这样 就建立起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专案里面 要开发什么 开发我们 第1个 类别 就是class 第1个类别的话 怎么建立呢 在新增专案之后的话呢 请你 展开之后 这边src 按右键 新建什么呢 新建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它在还没砍pire之前 叫做 点 Java 可是砍pire之后 它就变点 class 这class就可以在 JVM里面 可以run OK 那我们就是 再按右键 然后呢 怎么样 套用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地方 我们名称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专案 那这个专案的话 我给 给他一个叫什么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 看这里这个名称 CH2-1 好了 这个名称